各位朋友好 我离开台湾来到洛杉矶已经二十多天了 但是还经常回忆起台湾 因为台湾的山川之美 气物之美 风土人情之美 让人真是流量忘返 更何况台湾还是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 那么对我这个大陆出来的政治流亡者来说 这有天然的吸引力 所以今后有机会还一定会再去 但是呢 想起台湾 心里面也有一些不安 也有一些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台湾的两个月期间 接触了大量的台湾的人 各个阶层的 一个总体的印象 就是他们对中共的认识 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而这个误区呢 在过去他们曾经给台湾 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因为这个误区 今后 还有可能呢 对台湾的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 所以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这个误区是什么 这个误区啊 就是台湾人 几乎是所有的台湾人都没有把中共当成是敌人 当我在和台湾人交往的时候 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他们认为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认为我太偏激 那我就想问一问大家 当一个政权 它不断地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 国际外交空间 不断地阻拦台湾参与任何国际组织 不断地用金钱买走台湾的邦交国 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算不算台湾的敌人 当一个政权 每年都要举行军事演习 而这个军事演习的目标啊 就是入侵台湾 每年 他们都要派出军机绕台 对台湾军民进行武力恐吓 这样的政权算不算敌对政权 当一个政权把几千枚的飞弹对准台湾 随时都准备按下按钮 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轰炸 这样的政权算不算敌对政权呢 当这个政权还信誓旦旦地说 台湾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他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如果不能够和平统一的话 就要武力统一 所谓的和平统一就是要逼迫台湾投降 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受他们所建立的那个伪政权 所谓的武力统一 那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受不投降的话 那我们就打过来 就要把台湾按他们的话打个稀巴烂 这样的政权是不是台湾的敌人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嘛 关于两岸关系 关于对中共的这个态度 台湾的所有的这些政治派别 这些政党他们创造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词汇 大家把这些词汇暂时抛开 大家回归常识 中共做了这么多危害台湾的事情 对台湾造成了这么大的威胁 他就是台湾的敌人 这是一个常识 有了这个常识 台湾才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台湾才能够找到对付中共的办法 而没有这个常识 台湾就要吃大亏 比如说在过去台湾没有这个常识 台湾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商界的人没有这个常识 所以一看见大陆 在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了 就蜂拥向大陆涌去 台湾两百万人到大陆去办厂 去做生意 而这两百万人 这是台湾的经济建设的主力 它本身是应当留在台湾搞建设的 结果他们带着资金 带着技术 带着人才 去到大陆 去到那个敌对政权控制的大陆 去帮助敌对政权去发展经济了 而台湾的经济呢 就一直停滞不前 大家看一看 台湾经济停滞的这个时期 和台湾蜂拥去大陆的这个时期 时间上是不是正好相吻合呢 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不是的 这也是一个经济常识啊 当一个国家 你的资金技术 人才大量的流失的时候 你的经济怎么发展呢 你靠什么发展自己的经济呢 更何况他流失的是去一个敌对政权控制的地区 所以这是绝对损害了台湾的利益的一个举动 那没办法 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 你不能够控制普通老百姓的思想 老百姓呢 他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 没有长远的政治考量 商人呢 他唯利是图 又没有祖国他们去那没办法啊 咱们就现在不批评他们了 政界的人物不应当这样啊 但是台湾的政界呢 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当中 也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就拿蓝营来说啊 蓝营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敌人 在两讲时代 他们最高的目标就是反共复国 这是正确的 他们和中共啊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他们知道中共的底细 他们知道中共的本质 所以蒋经国先生就曾经说啊 说我们对中共 无论他们怎么样搞 怎么样搞改革开放 但是我们跟他们呢 不接触不谈判 不妥协 这三步政策这是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后来呢 解研之后台湾呢 社会开始民主化之后 事情呢就产生了变化 首先呢是台湾的这个本土的势力崛起 让那些过去啊 蓝营里面的那些主流派啊就感觉到很不安 他们呢就把反共的这个目标啊就开始放下了 他们把主要的精力啊就投入到 反李一反李登辉 这党内的这个本土派和反民进党 这个党外的这个本土派 主要的精力就放在反这两个势力 他们把台湾内部的政敌当成了是他们的死敌 最后呢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不仅仅是不反共了 而且开始啊变成了亲共了 更有厉害的是啊 有一部分国民党内的 我可以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叛徒 因为他们是两讲的理念的叛徒 是三民主义的叛徒 他们完全放弃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样的政治目标 完全放弃了反共的这一个基本的政治态度 就变成投共了 比如说连战 当他在这个台湾的竞选当中失败了以后 他就想跑到大陆去借助大陆的势力 再来打压台湾的政敌 再来在台湾政坛上面东山再起 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了 他是国民党内最高层的那个投共的 国民党内还有一些人 底层的中层的还有一些人 他们也想投共的 也做出了投共的行为的 这些人他们就是丧失了国民党的应当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底线 这些人我就想 将来他们怎么能够面对他们的祖宗 怎么样面对国父孙中山 他们把自己的敌人真正的死敌 真正的把国民党曾经赶出大陆 要彻底消灭的那个中共当成他们自己的盟友 当成他们自己的靠山 这些人 他们内心到底有多黑暗 到底有多无耻 当然我也相信 这批人在国民党内还不是主流 主流的国民党人 在这个底线上面 我相信还是守得住的 他们可能在态度上面 对共产党不是那么严厉 可能甚至是有一些亲共 但是还不至于投共 所以我希望这些国民党的主流派 一定要认清楚 现在的中共的它的本质 一定要认清楚中共的它现在的处境 大家不要以为中共啊 它是一个能够长久持续的发展的一个政党 不要以为中共的红色王朝会千秋万代 实际上现在中共啊 他们现在是危机四伏 他们的这个政权呢 是千疮百孔 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请大家去看一看中国真实的情况 请大家去研究一下 请大家去搜集一下资料 看一看所有的世界各国 他们现在对中共的这个情势是怎么样的一个研判 美国人都知道中共快要崩溃了 欧洲人都知道中共啊现在啊已经在走下坡路 随时都有可能完蛋了 中国的老百姓更是如此 只有台湾的国民党还认为中共啊 它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千秋万代 还想抱中共这个大腿 还想借助中共的势力 这不是太无知了吗 说完国民党 咱们再来说民进党 民进党在这方面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 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投共 他们绝对不亲共 但是呢他们对共产党啊也没有把共产党当作是敌人 他们把共产党当作是什么呢 当作是邻居的一个流氓 这个流氓啊经常来骚扰他们 经常来恐吓他们 但是呢 他们民进党的想法就是 哎呀我跟你划清界限 我跟你没关系 你是你我是我啊 一边一国两国 这能行吗 中共不是隔壁的那个流氓 如果他是隔壁的一个流氓 那就好办了 我们搬走就行了 最不计我们把房子卖了 搬到别的地方去离他远点 但是台湾能够远离得了中共吗 台湾有一些人 个别的人可以移民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台湾的移民 但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 不可能全部都移民了 台湾搬不走啊 台湾海峡180公里的这个距离 不可能把它变成一万八千里呀 我们必须得面对中共 而中共它随时都想 任何时候都在想消灭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不能够说 我们跟你呀没关系就了结了 必须把它当成敌人 那么当成敌人就应当怎么办呢 那首先就要防范它 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还有绝对的这个优势 那么防范它的第一步啊 就是要通过立法来防范 在美国五十年代啊防范苏联的这个渗透的时候啊 他们就有麦卡锡主义的这个立法 在全国啊进行对共产党的反渗透的这种运动 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所以苏联那个时候啊 虽然是想尽办法想渗透美国 但是都没有成功 而现在呢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那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台湾在立法方面呢 对中共的这个防备实在是太弱了 你比如说 这些台湾的退休的军界和政界的这些高官 一退休马上就跑到大陆去了 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台湾的政治经济情报 他们去投共 会对台湾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胁 台湾应当立法禁止啊 任何人你只要去中国大陆 生活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被中共统战的 那么你就不能够再竞选公职 你就不能够再担任军队里面的高级职务 很简单啊 立法防止渗透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就是要削弱他们 是敌人 你就不能够强化他们 你要不断的削弱他们 怎么样削弱呢 就是让这二百万的台商啊 回到台湾 这样就把大陆削弱了 这样就把台湾的力量增强了 怎么样让他们回到台湾呢 那也可以学一学美国 美国当初啊 也犯了跟台湾一样的错误 在克林顿时代啊 他们把中共定义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说大量的美国的资金企业就到中国去发展 那现在川普政权他们回归常识了 他知道自己的企业 自己的这个资金技术不应当流到一对的国家 所以他现在就把中共当成是敌人了 他现在就开始要求美国在中国的这些企业 撤出中国回到美国 不回美国怎么办呢 加税呀 企业给你加税呀 那么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台湾的医疗保障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只要立一个法 你如果不在台湾居住半年以上 那么你就没有权利享受台湾的这个医疗保健服务 这不是很公平的吗 你们为敌对政权去做事情 你们为敌对政权去发展经济 为什么台湾人要出钱来保障你们的健康呢 让他们去选择 到底是选择台湾还是去选择中共 我相信大多数的台商 大多数的台湾的人 他们一定会选择 虽然中共在中共的这个土地上面 他们还可以赚点快钱 但是从长远来说还是台湾更好 总体来说还是台湾更好 他们会回来的 这是第二步 这是削弱敌人 第三步就是消灭敌人 既然这个敌人 他一直打着主意要消灭你 大家就是一个离死我活的关系 只要敌人还在 只要中共还在 台湾就不能够安全 也是一个常识吧 大家应当无可反驳嘛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消灭他呀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们台湾太小了 没有实力 台湾有实力的 消灭敌人有1000种方法 不见得一定要去动刀动枪 敌人的弱点在哪里 我们就攻击他哪里 那么中共的弱点在哪里呢 中共的弱点在于他们的国内矛盾 在于他们的党内的矛盾 在于他们的官民的矛盾 最大的弱点就是 中共现在已经在利益上面 站到了和全国老百姓 站到了对立面 那么这个时代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又是可以容易传播的 我们只要 台湾人只要 让更多的中国的老百姓 认识到这一个问题 让更多的老百姓 为这个问题采取行动 实际上有很多中国老百姓 已经采取行动了 已经在进行抗争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抗争的行动 把他们串联起来 联系起来 让他们产生共振效应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中共这个体制 就会瞬间的崩溃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很多的专制体制 貌似强大 貌似稳固 都被这样的方法摧毁了 这个方法就是颜色革命的方法 街头革命的方法 美国人已经总结了 一整套的这样的方法 那我也总结了 一整套的这样的方法 专门针对中共的 实施起来并不难 现在海外民主运动的这个力量 太小了一点 被中共渗透的太厉害了一点 但是以台湾人的这个力量 以台湾人的这种决心 以台湾人的这个政治操作能力 做这件事情呢 简直是轻而易举 消灭这个敌人 台湾就安全了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